非常積極的提出條文 這一點本席要予以肯定 我現在第一個問題是說 就有關於個人CFC的部分 行政院院會通過了沒有 沒有 應該是這禮拜 行政院政務委員在審查 所以這個會起個人CFC的部分可以送來嗎 應該或許有可能 因為今天也沒有院會嘛 所以最快應該是下禮拜以後 OK 所以現在政府比較清楚的立場 包括我那天也有請教院長 個人CFC的部分 就是往立法的方向邁進 跟法人CFC一樣 那第二個我要請教的是說 你們在這一次提出來的條文當中 把施行的日期 跟兩岸租稅條例掛勾在一起 那就PEM的部分 你要這樣子掛勾 我可以了解 那就CFC的部分 為什麼有這樣子掛勾的必要 當然啦 目前當然 尤其是有一些的 團體當然主要是我們 這個 銀行公會 他是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法律 他還沒有看到執法規 其實或許他看了執法規以後就發現 這個影響其實很小 就是要透過 不斷的溝通 座談 讓他們了解 沒有 我現在跟您講的就是說 我們把業界的壓力 跟在租稅理論上面應該有的規範 我們切成兩個層次來講 我的意思是說 從理論上面 你要把兩岸租稅協議 跟PEM 掛過在一起 在某個程度上我可以理解 這個是有關係的 對 好 那我現在問的是CFC 跟兩岸租稅協議 把它掛在一起的必要性在哪裡 這兩個是比較沒有必然關係啦 那如果沒有必然關係的話 為什麼要把它掛勾在一起 是因為掛勾在一起 如果兩岸租稅協議 短期之間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所以你所通過的CFC 成為紙上巨文 是這樣嗎 也不會 因為我們 假如說我們通過以後啦 這些執法規啊 我們怎麼規劃 然後要怎麼跟我們的 沒有啦 部長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今天如果我們通過的 就是財政部的版本 那你把CFC的部分 你也跟兩岸租稅協議掛過在一起 那兩岸租稅協議沒有過 理論上面跟CFC也沒有關係 但CFC就沒有辦法開始爭啊 那這樣子不是另外開了一個後門嗎 這樣子的立法技術真的OK嗎 部長 是不是要考慮把私情日期 你PM的部分要跟兩岸租稅協議掛過在一起 本席可以贊同啊 但是你為什麼要跟CFC掛過在一起 是在幫那些大戶開後門嗎 因為我們目前跟委員報告 因為台商呢 它當然有很多是直接 有部分是直接投資 大部分是間接投資 那些間接投資裡面 我們台商在大陸佔了61% 所以絕大都是其實在大陸 那所以呢 所以說就中間事實上是會有影響的 會有影響的 不是啊你剛才不是跟我承認說 在理論上面 CFC跟兩岸租稅協議 沒有那麼必然直接的關係 沒有必然關係 所以我現在進一步問嘛 就PM的部分 我同意跟兩岸租稅協議掛過在一起 CFC的部分可不可以切開 那這部分當然尊重我們委員的意見 OK齁 那第二個部分齁 我要請教的是說 你們這一次所提出來的條文齁 就針對本來很多我在立法設計上面 本來是要交給財政部 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之下 去做規定 那你們又在母法當中就進一步的 做了更具體的明確規定 那這個方向我是肯定 而且我也願意支持 那我現在比較具體的問喔 第一個是說 在你們的版本當中啊 裡面所謂的 就有關於在 控制的概念上面 你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啊 說是 所謂有實質上面的影響力 那就有實質上面的影響力 你們現在目前打算規劃的方向 是要如何界定 這一部分當然啦 目前我們雖然是50%以上啦 那個50%以上的我看得懂啦 因為我本來的設計是跟 公司法裡面的關係企業掛勾在一起嘛 對 那我看了你們的立法以後 我在想說 你們可能覺得公司法裡面的關係企業 掛勾在一起 它的主 就是它的 設成範圍還不夠廣 所以你們在你們的條文當中啊 寫的是說 股份或資本合計 50%以上 或 對該關係企業 具有重大影響力嘛 那我現在想要進一步請教的是說 你們現在目前就有重大影響力 是要怎麼樣界定 目前主要規劃就是譬如說 人事財務業務經營管理政治上 有重大影響力的人 這個包括在內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要不要考慮說齁 今天在實質上面審條文的時候 把你們就有關於有重大影響力的想法 就直接寫在法條當中 那就不用再用執法 因為你現在都希望說 在母法當中 盡量的明確規定嘛 那我也說這個方向上面 我基本上是贊同的 那今天在處理這個條文的時候 就有關於重大影響力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在條文裡面 進一步具體化 還是你們希望 能夠給你們一點時間跟空間 到執法再來處理 那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移轉定價 還有緩資本稀釋 緩自由資本稀釋部分 也是定在執法規裡面 所以說我是比較建議 能夠定在執法規裡面 比較更周延一些 所以你們還是希望 把它放在執法當中是不是 是 OK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在之前包括 覆改會所提出來的報告 還有上一次 在本院裡面的審議當中 都沒有就有關於盈餘跟虧損相互扣地 對 這樣的規定 那你們這一次提出了這樣子的規定 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因為這樣比較合理 因為譬如說 一個CFC這個公司 萬一發生虧損以後 那事後 假如盈餘的話是可以彌補了 那這個的話就跟我們什麼一樣呢 跟我們目前所得稅法第三九條規定是一致的 兩個一致的話這樣比較合理一點 你們知道現在美國就有關於CFC的規定 有盈餘跟虧損相互扣地的規定嗎 對 我們是 我現在不是在講我國法 不是 我意思是說每個國家都有 不過它規定都不太一樣 像目前我們是後援 在十年內都能夠扣除 那有些國家它是前提 那後援都有不同的規定 OK 今天這一個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希望財政部 能夠堅守住立場 在實現租稅公平正義 該扣的稅就要扣 你剛剛也說過了 在世界上面主要的國家 事實上都有相關的規定 不管是對於CFC還是PM 所以我希望部長您 有關於出稅公平正義的第一帳 這一帳 要守好 希望能夠早日的落實這些法規 他們在實際上面 所應該有的規範 那今天就有關於法案的具體內容 我們可以事後再花時間 好好的具體處理清楚 好現在是不是可以請一下丁主委 主委您好 主委您好 就是我知道您接任新的工作 但是有很多業務跟本會在質詢上面 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 對 就我上一次針對有關於銀行在處理 TIF一條龍 那我所提出來說請你們回去檢查 有沒有相關的情勢 那請問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已經檢查完畢 然後是有部分有相關情勢 那我們也移給那個 那個銀行局 所以確實是有這樣子的情勢嗎 那些公司請他再說明一下 因為看看有沒有 好有幾家銀行出現這樣的狀況 不同的條 不同的那個有不同的那個內容 有的三家有的四家 有不同的那個 總共合起來大概十來家了 有十幾家銀行 不是就是說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有不同的一個那個 沒有關係啦 以違規的太陽跟銀行來講的話 現在大概你們總共發現了幾家銀行 有這樣的狀況 剛剛講的有一些太陽是三家四家 有一些太陽也是大概合起來了 我說如果不同的合起來的話 大概有將近十家是這樣 我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 這些違規的事實 你們後來去檢查是存在嗎 是 就有關於 這一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銷售 我們是不是從2014年就開始處理了 來請銀行局的局長上來 然後你們也去做業務檢查了 我現在要問的 從2014年到2016年 你們為什麼檢查都沒有檢查出來 如果2016年的現在 我沒有針對這件事情提出檢舉的話 是不是你們永遠都不會發現 那你們之前到底執行過幾次檢查 為什麼沒有檢查出來 報文有不問的原因 是這個103年之前 這客戶都獲益 所以說客戶就沒有這方面的反應 反而他跟銀行之間是有一個合作的關係在那裡 所以你們 你們當初所進行的檢查 是只有客戶有反應才會去檢查 而不是進行系統性的檢查 倒不是 就是說這一個 客戶跟銀行之間有這種合作 來編制這方面的報表 事實上是 沒有關係 我會具體的等 等你們把行政處分做出來以後 我會繼續追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關心的是 從2014年到現在 在前面幾次的報告當中 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本委員會當中去說 你們該進行的檢查 都有去進行檢查 結果檢查了半天 這麼嚴重的違規狀況 是到今年我提出質詢以後 你們才去檢查出來 等到具體的處分結果出來以後 我會要求金管會 連同之前檢查的項目 檢查的範圍 以及為什麼沒有檢查出來 再進一步的檢討 因為就有關於金融監禮的執行 是金管會責無旁貸的責任 OK 好 謝謝 謝謝黃委員 再來我們請曾明中委員質詢 曾委員請 謝謝主席 為了節省時間 麻煩部長跟主委一起上來 兩位請來 曾委您好 好 謝謝 看下一頁 好 看下一頁 首先要請教部長 今天審查的版本是 是不是執政黨的版本 是不是你的版本 這個是在520之前 行政院送出來的 對 那是不是現在執政黨想推的版本 兩個應該也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喔 不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應該是 好 是執政黨想推的版本 是不是你想推的版本 這個當初 雖然我是常務次長 不過這個案子呢 我也是同意的 是 所以是很確定 是民進黨想推的版本 也是許部長想推的版本 這個很確定